想去玩圆哥,结果发现不是傀儡被秒,就是傀儡跟人一起被秒 就像视频里面一样,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死掉了 而我的圆哥就不一样了,都说刘备爆发高 你看他们三个击合打我,一套打我身上才掉一半的血 还有这一波,我站着不动,让莱西奥打我好几个暴击 我继续补兵,仿佛若无其事 我们在莱西电影里面看一下,一个满级六神装纯输出的悬测 打我一个暴击才600的伤害 而我打他呢,只需要几个普通攻击就能轻松拿下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重装流圆哥 我们在了解出装打法之前,我们先来看一下圆哥的被动 上面写着,傀儡将继承圆哥全部装备效果 也就是说你越肉,那么傀儡也就越肉 现在常规圆哥都是傀儡只是一个净身的工具罢了 然后再用本体去打伤害 这样就表现不出来傀儡的被动 为了更好的体验傀儡的作用,那只能出肉装了 我们第一件做鞋子,急速之靴,冷静之靴都可以出 第二件做兵脉,第三件补一个攻速 也就是漠视,这两个装备是必须要出的 现在步墙征兆改版了之后非常的强势 所以第四件我们做步墙征兆 第五件我们做模拟斗篷 最后再来出破晓 后期可以把鞋子换成无镜或者影刃 还有玩重装流圆哥的时候,千万不要经常 我们做模拟的一个照片 我们做模拟的一个照片 这样子,我们做模拟的一个照片 最后可以做模拟的一个照片